管期条发布 东莞多个楼盘紧急宣布涨价 有二手房凌晨4点上吊15万 5月14日凌晨 东莞发布重磅楼市政策 新称发布后 立马就有楼盘取消了之前的优惠政策 上吊了房价 还有二手房凌晨4点上吊价格 具体发生了什么 一起来看看 近日 一份关于东莞澳元匪测良安项目 在售产品价格上吊的通知在网上流传 该通知称 结合近期市场政策调整 以及项目复工复产的具体情况 经澳元集团深战区域营销管理部决策 针对东莞澳元翡翠湾项目 所有在售产品于2022年5月16日起 价格上吊2% 且所有特价政策一律取消 5月17日 中国澳元方面回应称 除了东莞澳元翡翠连湾项目之外 5月14日 位于东莞泄港的招商保利一项大官 发布紧急通知称 因政策影响 售楼部看房客户激增 请销售通知客户采用预约制看房 紧急通知指出 为确保前期已经看过房的一项客户 能够知晓动态 现场销售优惠保留到5月15日24点 从2022年5月16日开始 商铺上涨4个点 洋房上涨3个点 唐下云路半山取消一口价单位 同量在5月16日 全盘价格上掉2% 据合复研究院监测 管期条发布的首个周末 虽然东莞英语连绵 天位能影响各大欧盘的来访量上升 上周日创下年内单日来访量最高纪录 据网友爆料 城区某楼盘人气明显上涨 至于顾问更是直接在朋友圈 放出了当天的成绩单 据惠州防讯报道 东莞这一轮新政 是在凌晨3点左右正式发布的 诸和找房平台数据显示 24小时内涨价房源达到134套 原本多本不动产权证的住宅 在市场上并不好卖 常常比单正同面基住宅便宜数十万元 有多正房源在新规出台后 原本东莞二手房增值税免征 需要满五年 新政后满两年即可免征 有业主获悉增值税免征后 迅速将房价调高数十万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 东莞近年来房价涨幅明显 曾一度领涨中国各地房价 为了调控房价 东莞去年曾多次发布多项调控政策 从楼市限购 限转 限购年限 房贷管理等方面进行限制 但是东莞楼市的成交量下来了 房价却一直稳步上涨 5月12日 东莞市住建局发布了2022年 4月东莞市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情况 从官宣的楼市数据看 4月份 东莞新建商品住宅供应26.22万 较上月有所缩减 网签1781套 环比下降约27.8% 成交面积为20.21万 环比下降约19.5% 均价为29376元每平方米 环比微涨4.8% 二手房方面 成交套数1071套 环比上涨69.7% 成交面积还涨83.9%至11.79万 均价微涨7.3%至19711元每平方米 有意思的是 据合附大数据显示 上周东莞二手住宅网签347套 环比大幅增加接近九成 成交均价19190元每平方米 环比微跌 环比较7.6%至1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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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19